为了要庆祝热兰之宝行件400年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再一次推出 今年都会新的文聪上品 热兰之宝的四书 报综到17世纪的台湾和荷兰卫家 卫美尔200地名的图一座来做背景 用下期文化和四书的学座 也成功把台南的国际行销出去 看到市长的委屈吃到丁丁油味 应该是非常好吃 这是文化局先推出 文聪四书 报综到17世纪台湾和荷兰卫家 卫美尔200地名的图一座 担任资兰卫家的销路 抗兰五年的十五天的图一座 典现当时的生死 和荷兰人物的奉务 今天特别推出新款的 跟对应台南400年安平古堡的图像 我们荷兰美术馆的艺术作品 我们希望说消费者应该会很喜欢 因为这是限量的哦 但是千万 消费者买了以后 千万不要只是放在家里面 还是把里面的薯条吃完 真的太好吃了 然后把这个包装 包装的这个包装纸 这个留存起来 这是也蛮有纪念 蛮有象征意义的 跟热兰之宝四百当 来发想一个薯条和催俗 希望说因为这个项便 让大家对四百当 有一个更新的领食 这个领食其实是透过时物 透过文明的透霖 让我们可以更加实在 这四百当来 其实有非常不同的文化 在这里透霖 在这里面 这处推出的文重四书 以台南四百当为主题开发 跟食品工程看待合作 在北式家的包装 传染民众人士 十七世纪当时的台湾市政 以及不能吃饱的 黄泰逢摩 记者送应和安民苦彩逢报道